在中国古代,皇座人人掩产,有人为此费尽心息,有人为此六亲仆人。然而在明朝,有一位十五岁的少年却偏偏仍在家中做皇位天上来。这个天上掉下的馅饼,让这个乡下少年变成了明朝的家境皇帝,也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这是怎么回事? 百家想谈了,邀请江西师范大学,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方志远教授,为你揭开大明家境往事第一集,天上掉下的馅饼,敬请收看。 在五百年前的明朝,曾有一个家境时代,明朝家境皇帝给后世留下的印象并不深刻,甚至有的观众根本没有听说过。 他未曾有过太阳拓组的丰功尾业,也未曾丧权辱国,身死人仇。 他一生平安富贵,十五岁时即从藩王变成皇帝,并再会长达四十五年。 有人说,家境一朝很平淡,但这一朝在中国历史上却绝不平庸。 它是一个经济日益繁荣,思想日益自由,文化日益昌盛的时代,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 明朝最著名的奸臣严肃,最著名的清官汉瑞,最善战的将领七级光,都生活在这个朝代。 在这个表面风轻云淡,其实却暗流涌动的时代。 儒家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桎在此刻崩发。 君与臣的博弈,忠与间的对峙,再朝代野的文化人,世人工商,繁复俗子。 莫不在这一朝遇到了最好的伙伴和对手。 那么,我们的往事应该从哪里说起? 也许,家境皇帝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皇位,就是打开家境一朝往事的钥匙。 从今天起,江崎师范大学,江崎广播电视大学方志愿教授,做客白家讲台。 带您一同走进明朝家境面间,与您聊聊这些人,说说那些事儿,一同回味悠长的历史。 系列节目,大明家境往事第一集,天上掉馅饼。 在公元1521年5月26日,这一天在明朝,是明镇德16年的4月21日。 在这一天,北京南郊的梁香县,车水马龙,人生顶夫。 这个梁香呢,在我们北京的西南,他是当时北京西南的一个门府,来自于陕西,山西,河南,湖北的一些官员到北京来,去见皇帝,去接受朝廷的考察。 他往往在这个梁香,歇上一个晚上,修正修正,以便第二天,精神斗手地,出现在皇帝面前,出现在上师面前。 所以,这么大大小小的官员,在梁香转悠。 因此梁香的那些官员,和商人,都觉得自己是见过大场面的。 他们个个都可以向朋友吹嘘,说自己是见多识广。 这一天,真正让梁香人开了眼睛。 因为这一天来的人特别多,不但人特别多,而且车多,马多,还轿子多,说明级别非常高。 那么一打听,原来是一群顶级的文官,武官和范官,护送着新皇帝,在这里卸脚。 这个新皇帝明天就要到北京去了,到北京去做皇帝了。 他的名字叫什么? 叫诸厚冲。 也就是我们将要讲到的,明朝的嘉靖皇帝。 这个未来的皇帝在梁香蟹角的消息,一下就传遍了整个梁香城。 当大家打听到了新皇帝的来历,一传十,十传北,乃至以恶传过以后,大家都在感叹命运,都在感叹人生。 你看这个皇帝,现在还不到十五岁,听说就是婚在湖北叫安禄州的一个藩王的儿子。 至于这个藩王叫什么名字,大家没听说过。 至于这个安禄州在哪里,也没人去过。 不但没去过,听也没听说过。 但是,对于这个没听说过的人,没听说过的地方,我们得做一个交代。 原来这个新皇帝,马上就要去主皇帝的这个诸侯崇,他是明朝第八位皇帝,也就是成化皇帝的孙子。 他成化皇帝孙子。 那么他的父亲,父亲叫朱又元,他是成化皇帝第四个儿子。 那个成化皇帝一辈子有十多个儿子。 其中,老大老二早死了,老三继承了皇位。 那就是明朝第九位皇帝,叫洪志皇帝。 那么这位新皇帝,诸侯崇的父亲,就是老四,当时被封为新王。 洪志皇帝继位以后,把自己的这个弟弟,就是新王朱又元,以后加进皇帝的他的父亲朱又元,送出了北京。 送到了湖广的安禄州。 这个安禄州,就是我们现在湖北省的中祥寺。 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讲,这个孔子皇帝有一点不尽人情。 你看看,他这个弟弟,那个时候才十七岁。 刚刚举行完昆礼,那么他就把人家送出了北京,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安禄州。 但是这是祖宗的规矩。 这个祖哥哥的,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那么这个规矩谁定的呢?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帝。 这个朱元璋是老某深算的。 他对政治的管理,对国家的管理,对儿子也有一套管理。 为了管理好儿子们,他一共立了三条规矩。 哪三条? 第一,在所有的儿子里头,只有大儿子才能够继生皇位。 才能做太子,这是他的第一条规定。 实际上,他的规定,严格说起来,还要加一句,是第一长子才能做太子。 也就是说,皇后的长子才有资格继生皇位。 但是他也是宝汉不知诺汉及。 他的皇后是生了儿子,别人的皇后未必能够生儿子。 所以明朝历史上,很多皇后他没有儿子的。 那么怎么办?就采取长子继承。 但问题来了,怎么个问题呢? 这个长子,他未必就是许多儿子里头最能干的。 更加未必,他就是最能服众的。 那怎么办? 如果兄弟们不服这个长子怎么办? 特别是,如果官员们在儿子们中间捣弹,拉帮结派,来挑拨离间。 那问题就严重了。 所以他有第二条规定。 怎么不规定? 除了这个继承营以外,其他所有的儿子统统放到北京以外去,封为藩王。 而且他还规定,藩王掌握一定的军队。 他的炉意算盘打得是非常好的。 把你们送出北京,省得跟这个老大发生矛盾。 但是没有军队,如果北京城里发生了奸臣,那么这些藩王可以起兵到北京来。 当时都神在南京,你可以打到南京来,来帮助皇帝消灭奸臣。 这是他的炉意算盘。 但中国一句古话,能算不如天算,往往是事与愿违。 明太祖这边一死,过了没交久,那个著名的燕王朱棣,燕王朱棣,就打着清军策的旗号,起兵进来。 一直从北平打到南京,打到当时的都城南京。 从自己的侄子,建文皇帝手上,把皇位夺了过来。 你看看,出了这么样的结果。 那么这个朱棣做了皇帝以后,他就是著名的明臣主。 他就在想,自己有军队可以从外面打进来,随便抓住一个人,就说他是奸臣, 就可以打到南京。 那么其他人也学自己怎么办? 于是,在明臣主,也就是燕王以后,他就把藩王的兵权给夺了。 而且规定,所有的藩王在你封的地方,你都要接受当地官员的管辖。 即使出去旅游,你也得向当地的官员请假,天黑之前必须回来。 所以这样一来,这些个藩王就成了分封在割地的一条条囚龙了。 因为皇帝不是龙吗? 他是龙总吗? 那些变成囚老。 实际上也是一条条的寄生者。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明太祖还有第三条规定。 他的这些儿子们,这些藩王们, 他不能够去经营土地,不能买卖土地。 不能够去经营,还不能科举。 大家觉得他吃什么,科什么,不要紧,用朝廷的俸禄把他养活。 这在我们现在看起来,又是一个极其不合理的规定。 但在当时却极其合理。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明太祖,他在早年的时候,长期生活在社会最抵战。 他知道社会的祸害在哪里。 如果这些有权者,如果这些身居高位者,特别是如果是皇帝的儿子, 可以去买卖土地,可以去经商,可以去考科举,那一定是不平的竞争。 那社会还不搞乱了吗? 所以他不允许他们干这些事。 那么未来的嘉靖皇帝的父亲,那个新王朱又元,就是由于明太祖的这些规定, 被送到了和他的王妃,姓蒋,叫蒋氏,一起来到了湖广的安努州。 朱浩冲,也就是未来的这个嘉靖皇帝,他就是这个朱又元的小儿子。 由于哥哥们死得早,所以他变成继承人了,叫世子。 两年前,也就是郑德十四年,他的父亲去世了。 郑德十六年,他已经继承了他父亲的王位,是新王。 所以别人说他是藩王的儿子,虽然不错,但实际上他自己已经是藩王。 本来这个藩王,这个朱浩冲,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去做什么皇帝的。 现在不是折腾到梁乡来了吗? 马上就要到北京做皇帝吗? 从来没想过。 这种事情,哪怕是在梦里面想,他都是罪过。 不能想的,但是竟然就落在他的身上。 根据明朝的祖训,当年嘉靖皇帝的父亲被封为藩王,远走他乡。 这就意味着,他们父子将从此告别政治舞台。 但事事难料,这个曾让无数人流血争夺的皇位, 却轻而易举地摆在了十五岁少年诸厚聪的面前。 我们也许会问,让这个少年来做皇帝,那么原来的皇帝去哪儿了呢? 前朝正俄皇帝,也就是未来嘉靖皇帝的堂兄。 他为何好好的皇帝不住,却要把皇位让给这个未曾谋面的堂弟呢? 说到这个正德皇帝,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他。 他不但是明朝,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有皇帝以来最喜欢折腾,最喜欢胡闹的一个人。 如果不是他的折腾,不是他的胡闹, 那么这个皇位,至少我认为,怎么样也不可能落在诸侯崇利身上。 在明朝,怎么样也可能不会出现一个嘉靖皇帝。 这个正德皇帝他从小后动,最不愿意做的事情是读书。 最不愿意听的事情是他的老师们在他口里面捞刀什么四书五经等等。 他最想干的是什么? 最喜欢的是什么? 打架。 道肯,当然别人也不敢真的跟他打,都是浪着他们。 开始小的时候打,然后大了当了皇帝还打,跟谁打? 跟身边的武士打。 最后觉得北京打架没什么好玩的, 也是带着军队到北部边境去打,找谁打?找蒙古人打。 因为那年头蒙古人是最能打的。 你能够打一蒙古武士,那才真好玩。 所以他跑到那边去打。 到了正德十四年,他在北部边境也打得烦了,觉得不这么好玩了,突然临机一动,想到江南去。 到江南倒不是去打,到江南他是去玩。 这个消息一传出来,所有的文武大臣头都炸了。 你看看在北边闹一闹,那里人烟稀少,不会闹出什么大事来。 如果到江南去,那还了得,那是国家的重负所在地,国家的财税都是从这里来。 经济繁荣,城市繁荣,经济发达。 所以大家千方北济地阻止他,千方北济地用各种理由劝说他,说江南没什么好玩,你去没什么意思。 但实际上糊弄不到他,他消息准确得很。 就在大家都在阻拦他的手,南方传来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 什么消息? 报告来了,说封在江西南昌的宁王起兵造反了,要和郑德皇帝争皇上了。 大家很紧张啊,国家又要大乱了。 很有意思的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这个郑德皇帝觉得特别的兴奋。 郑仇没仗打,没价打,他可以打架了。 而且他从小就觉得自己是怀才不遇,尽管做了这个皇帝,他认为如果自己身当元末的话,他也可以跟他的先祖,就是朱元璋一样,在鄱阳湖大战,打败陈有亮,然后打到北京去,自己弄个皇帝杠杆。 那多有意思,继承别人的皇位,那没什么意思。 谁说梦想不可以成真,这一项梦想成真了。 而且这个宁王恰恰在南昌造反,南昌什么地方? 当年鄱阳湖大战的始发地就在南昌。 于是他想,这个宁王肯定坐着大船要到鄱阳湖来,那么我也到鄱阳湖跟他打上一架。 不但是皇帝,常年跟着皇帝到西北边境,找蒙古人打仗的那些将领,也同样十分兴奋。 他们知道,跟蒙古人打架,到边疆去打架,那是拎着脑袋干革命。 那说不到哪一天就要被杀了的,但是到这内部平平叛叛乱,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所以大家都觉得,这可是立功的大好机会。 大家都在想,你这个宁王啊宁王,我们真的好好感谢你。 这一帮人就是这样想下将来的。 而于是,郑德皇帝排除一切干扰,点起几万大军,冲冲忙忙就离开了北京,因为他离开的越早越好,离开的越早,主然的就越少,所以他离开北京。 幸亏他离开的早,为什么呢? 因为他离开的第二天,南方又传来了一个消息,有一个叫王守伦典, 就是著名的王阳明,打来了报告,说叛乱已经被我平息,宁王已经被我活活地抓住。 那在北京留守的大学士,非常高兴,立即派人骑快马去追赶皇帝。 南方已经没有战口打了,你还跑去干什么?回来吧。 但是,王阳明的这个捷报,令郑德皇帝和跟随他出征的这些将领,极其的扫兴。 因为皇帝到江南干什么?就是想去看看,想去玩玩。 那会儿将领们跟着他去,除了玩玩看看以外,还得干一件事。 最后要干什么事?还得捞一捞。 那是发财的机会啊。 这不是断了人家财路吗? 所以大家对这个王阳明恨啊,你干嘛多管闲事? 你放着好好的南干巡抚不做,你应该呆着干走嘛。 你跑到南昌管什么闲事? 结果,不管他什么王阳明的捷报,大军继续来想。 不仅如此,皇帝身边还有亲信,悄悄地让人送去信息。 送什么信息? 让这个王阳明把已经被抓住这个女王放掉。 放掉干什么? 让他在鄱阳湖上和皇帝重新打过一架。 你看看,国家的事情在这帮人听起来,在这帮人看起来,那就是儿戏。 明无宗正俄皇帝诸后赵是明朝第十位皇帝。 他在位期间,王朝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都已经进入平稳发展期。 由于有了先祖们奠定的丰厚基础,正俄皇帝有了折腾和胡闹的资本。 他的荒诞不羁和字役妄为,使他成为中国皇帝史上的一个特例。 那么,正俄皇帝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又做过什么样的事情,竟使得他留下了这样的名声? 我总结了一下,这个正德皇帝有几大爱好,都在这里表现出来。 第一号,号什么?号九。 这是个九徒。 大军出了北京,到了北京南边的第一个大城市,就是宝定。 当时这里是宝定巡抚的,巡抚是当时省一级的最高军政长官。 恰恰这个宝定巡抚也是个九徒。 名字叫五福,听说皇帝来了,他摆设艳艳,款待皇帝和金钟的权贵。 正德皇帝一打听,这小子是个酒鬼,正好跟他对酒。 就逼着他跟自己画拳,要喝酒。 这个五福再能喝酒,也不能跟皇帝去拼了,开始不敢。 但是经不住皇帝的一再说,经不住皇帝身边的这些人的一再劝,他抖起胆来和皇帝喝酒。 大凡酒徒都是这样的,酒过三巡,菜过五卫,他就不知道害怕了。 所以这个五福几杯酒一下肚,忘记对方是皇帝了。 他口中行令,手上出拳,连战连胜。 这个正德皇帝被连贯了几大碗,心里着急啊。 因为他一直是赢的嘛,怎么碰到这个五福就连输了? 他一想,不行,这小子可能会打心里战,不能去猜拳,我跟他抓揪。 抓揪就是碰运气的,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五福是属于费出老钱的人,费完老钱的。 一抓揪,仍然是美抓必输。 这才出了鬼了嘛,怎么恰恰都输? 这个五福连连得胜,得意洋洋。 这个正德皇帝一看那小子,你看摇头晃脑,他恨不得拎起酒坛砸过去。 但是,正德皇帝是个汉子。 喝不饮,拼不饮,是不能发火的。 赌场上无父子,酒场上无君臣。 而其他的将领跟着他一起来的,开始的时候起控,但是起控的过程中,有人清醒,一想不好。 不能让皇帝太丢面子。 所以不断地向这个五福撕眼设,但是那小子错觉了意识,以为还要他赢。 结果继续行,没办法了,这个将领甲章醉酒,朝着他一撞,撞过去,把那小子撞到在地。 然后,陈氏压了上去,咬着他的耳朵,轻轻地说了一句话。 说什么? 书呆子,该书了。 就像一声晴天霹雳,这个五福一听起来,声音很小,但是听起来晴天霹雳。 这家伙还会演戏,这个五福站起身来,摇摇晃晃,继续拆卷,继续抓救。 哎,有意思了,连抓连书,自己连书了十来次,然后书的兴起,拎起酒坛。 往口里面就灌。 这个郑德皇帝也高兴了,反败为胜,这是最高兴的事情。 一个脚踏在凳子上,竖起大拇指,好汉子,有种,君臣尽宽而善。 这是一个片段,号酒,这个郑德皇帝一辈子不知道闹过多少次这种酒,而他的身体就在酒精之中被燃烧。 这是他第一号,号酒,第二号,号舍。 酒和舍在中国古代往往连在一起。 大军离开了宝定,来到了邻清,这个邻清可不得了,山东的邻清,运河边上,这是当时第一大都市。 据有专家研究,明朝号称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就是以这里为背景来写的。 这个地方,南来北往的船只,临持自比的商铺,取尽通幼的青楼,人身顶服的茶馆,把一个郑德皇帝高兴的手舞住大。 二十多天过去了,该启程了,皇帝不知道哪儿去了。 到哪儿去了?大臣们不知道,身边的人知道,不说,到哪儿去了呢? 原来他离开北京的时候,本来想带上一个最近喜欢上来的,喜欢上的一个女子。 这个女子叫刘姬,是皇帝这一年在大同的时候,游玩的时候,撞上的。 两个人一见钟情,关于这段故事,当时就有人编成戏剧,并且搬上舞台。 这个戏剧的名字叫什么?叫游龙戏凤。 但是,虽然他想带刘姬一起到江南玩玩,这个刘姬不会骑马,按马劳顿吃不消。 等到了林青,皇帝一看,有水嘛,那不好办嘛? 于是派快船去接刘姬。 过了二十天,就是等的这二十天,刘姬没来,派去的人来了。 说是刘姬说不见皇上,他不来。 那皇帝这个气啊,把来的人骂了一个狗血淋头。 但是转眼一想,他就喜欢刘姬这个性格。 什么皇帝不来我不去,不就是撒娇吗? 好,我就去。 于是他带着几个卫士,架着一条快船,亲自从林青晃晃悠悠,就到了运河的北端。 在哪里? 在通州的张家湾。 这是当年运河的北端。 郑的皇帝在船上等,派人到北京去接。 这个刘姬一听说皇帝亲自来了,这可不得了。 如果路上有三长两短怎么办? 不敢再撒娇了,立即过来。 那么又过了二十来天,这次快船,载着郑的皇帝,载着刘姬,晃晃悠悠来到林青。 大家一看,皇帝来了,没什么好说的,放心了。 这个刘姬实际上也就是明镇德皇帝喜欢的诸多女人里头的一个。 但是,他对几乎他所有的女人都是这样。 所以他的精力也就在这个过程中,也正在消耗着。 郑德皇帝还有一个特点,好奇,有什么好玩的,有什么新鲜事,他一定要干。 大军离开林青以后,到十二月底,郑德十四年的十二月底,才到南京。 在南京又待了八九个月,一直到郑德十五年,论八月,论八月底,才带着船队,带着俘虏。 王阳明没有把妇虏放掉,到了最后还有一个插曲,还是把他放出来,让他打了一架,就跟演戏一样的,他活捉了那个林王,林王敢跟他打吗? 于是变成他自己的妇虏了,从南京的龙江码头,也就是郑和夏西洋的,那个出发点的码头,回北京。 到了九月初,来到黄河边上的一个地方,叫做淮安。 大家会问,这个淮安不是淮河边上,你怎么说是黄河边上? 那个时候,黄河夺淮河的出海口,出海,到黄海去。 所以那年头,这个淮安是在黄河的南岸。 在这个淮安里头,有一个积水池,池不大,但是很多的余下。 你无中好奇啊,这么个小小的地方,怎么那么多的余? 他亲自架着一条船,一个人,一只船,去铺鱼去。 这对他来说,也是小菜一碟。 你想我们北京的南海,北海,那比那个积水池大得多。 他也经常一个人一只船,就晃晃悠悠过去了。 但这些不行,可能是身体劳累,也可能是气速将近。 中国人有的时候说是气速的,身体不舒适。 刚才还是晴空万里,突然间阴影密布。 所以黄帝紧张,一紧张,一打晃,小船失去了平坑,彭掉到水里去了。 跟在后面的驾船的卫士犯官大势意见,黄帝掉下去了,这还得了? 大家纷纷跳下去,把他救起来。 黄帝是救起来了,但是诸位想一想看。 农历九月初的天,而且前面有一个论八月, 那么到公历就应该是十月底了。 十月底的黄河边,水已经很凉了。 这个皇帝经过冷水的这种冲击, 落水的这么一种惊吓,从此一病不起。 回到北京,回到北京以后不久,到了郑德十六年的三月十四日, 死了。 这个时候只有三十一岁。 郑德皇帝十五岁,以嫡长子身份及皇帝位, 做了十六年的皇帝,也认认真真的折腾了整个国家十六年。 他的意外之死,对于整个国家百姓来说,也未尝不是好事。 皇帝驾崩,首要问题就是旋律接班人的问题。 那么,这个皇位为何会落在了千里之外的谱本? 这个十五岁的朱厚聪,又为何会成为明朝新人的皇帝呢? 他这一死标准,问题出来了。 什么问题?没有儿子。 一个儿子也没有,不但没儿子,连女儿也没生。 尽管他身边有无数的女人,没像儿子。 那他怎么办?寄生人的问题,出来的问题。 据明史有这么一段记载。 所以这个郑德皇帝,虽然要折腾。 我们从这一段记载可以看出他的另外一面。 这个明史里头怎么记载的? 说郑德皇帝临死之前,他对身边的宦官说, 对宦官说,以正义打皇太后,天下势众,于隔城神处置。 以正义,就是以他的意思告诉皇太后,天下的事是大事。 您应该和内阁大学士一起来商量如何安排这个后事。 然后下面还有一段, 前世皆政治物,非鲁朝所来意义。 这段话,我在世的时候胡闹折腾, 这些都是我自己的过程,跟你们没关系, 你们管不了我,几乎所有研究历史的人, 包括当时得到这个渔族的人, 都觉得前面那一段话一定是真的。 说明这个皇帝临死的时候还并不太糊涂, 但是绝不相信后面那段话, 认为一定是宦官加上去的。 诸位认为怎么样? 反正我认为都是真的。 为什么? 恰恰是后面那一句话, 表现出正德皇帝的个性。 他是个讲义气的人, 你看看他喝酒, 他跟巡浮讲义气, 不能话火。 他后事, 对刘基他是讲义气的, 那么快死了, 他对身边的哥们应该讲义气。 他知道自己一死, 大家肯定把正德年纪的种种的坏事, 向这些人进行清算, 所以他提前说一下, 跟你们没关系, 都是我干的, 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 你看看好汉子, 男子汉, 所以这才是一个全面的正德皇帝, 他是这样的人, 再说内阁, 实际上皇帝病重不是一天两天, 大家已经在考虑这个问题了, 只是不知道他走得那么快而已, 那么皇位的继承者可能有多种方案, 但是最稳妥的方案, 是按照明太祖制定的继承法来继承, 什么继承法? 这也是中国历代的继承法, 父死子继, 兄中弟击, 那么虽然他死了, 他没有儿子, 但是他可能还有其他的亲属, 所以他们早就心里有准备了, 等到太后派两个犯官来到内阁, 让内阁拿主意的时候, 当时内阁的大学士首府, 叫杨廷和, 他是四川人, 我们以后要说到他, 他早有准备, 从袖子里头拎出一片宝本子, 这个本子是什么东西? 皇民祖训, 他扬了一扬, 说根据皇民祖训, 父侍子继, 兄中弟击, 虽然大兴皇帝已经过去, 所谓大兴皇帝是自明武中, 死去的皇帝都叫大兴皇帝, 刚刚死去的, 但是他有弟弟, 有堂弟, 新宪王的长子, 依序当立, 这个新宪王的长子是谁? 就是这个未来的家庭皇帝, 朱厚冲, 按照当时的这个规矩, 郑德皇帝死了以后, 应该由他的儿子来继承, 但他没儿子, 没儿子拿他基地来继承, 但是他也没弟弟, 他父亲只有他这个独生子, 于是就从他的堂弟里头去找, 从他的父亲这一辈, 父亲的弟弟里头去找, 那么, 嘉敬皇帝朱厚冲的父亲是老四, 是弘治皇帝最大的弟弟, 所以就找到他这一次, 但是我这里要跟大家说, 根据当时的继承法, 即使嘉敬皇帝的父亲, 新王朱又元还在世, 他也不能继承皇位, 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继承法, 只能是晚辈继承长辈, 只能是弊地继承兄长, 没有叔叔继承侄子子的说法, 所以这样一来, 嘉敬皇帝的父亲即使在世, 他也不能继承皇位, 同时, 这要排除了嘉敬皇帝的父亲的所有还在世的弟弟们, 也就是排除了嘉敬皇帝的所有还在世的叔叔们这种继承权, 因此, 这个皇位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了他的身上, 所以天上吊献饼未必要早起, 这个皇位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他的身上, 那么在北京城里的大学士们还有大大小小的官员, 他们将会以种什么样的态度来迎接这个已经到了良乡等候的这个皇帝, 那么这个新皇帝他又将怎样去接受这块天上掉下来的线壁, 怎样去继承这个自己做梦也不敢梦想的这个皇位呢, 我们四目以待。 这个皇帝究竟应该怎么当? 百家场谈栏目邀请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方志远教授, 为您揭开大明家境往事第二期。 明不正, 言不顺, 敬请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